来问泰坦这个组合的话 打卢纳这个组合还可以挺好用的 我觉得Aero下路组的话玩得挺好的吧 然后他们也算他们对你的核心carry点 然后下一场对战Aero的话 我们会做出战术不治吧 面对IG的时候在下路就会 做好自己的吧 然后因为他们很喜欢选德莱文嘛 只要他们选了德莱文的话 或者我们会针对他们 不晓得反正到时候看嘛 打他们就归缩一点等打团 我们打团厉害 好来到了决胜局了 IG第三角局的优先选边 回到蓝胜方 Aero看着架势又要三迈打野 但就角月是得放出来的 因为猴子这是得自己吃 除非最后一首千绝换角月 船长卡丽斯塔跟哲利 IG是一样的下路的两手投资 想要继续选赛纳的感觉 大家看看要三半 班哪个英雄 今天蓝色帮都是赛纳一选 然后赛纳的那一边都赢了 IG是赛纳塔姆的传统搭配 赛纳直接抢个赛纳呗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就虽然两个队伍的射手选手 我觉得也都是能超到大合 但是在这两个队伍的特色方面 你不会认为下路是那种 比重倾斜比较重的那种核心的一个位置 对 两边感觉都是以中叶节奏为主的 哦 AO其实跟上一把的IG是一样 EZ但是选择拿下造性 没有去动佛耶哥这个英雄 那IG看到了EZ以后 他回敬的是塔姆 还是会一样的拿出萨勒芬尼呢 感觉塔姆吧 上了塔姆其实打一对卡尔玛感觉 也没那么难受 就要么跟一把一样 角月跟塔姆 就主要是这种萨勒芬尼 还是要看自己加辅助位 或者是射手位玩不玩 对 看熟练度 我现在就是期待看到什么时候 赛娜加狮子的 这个组合目前还没出来 这什么说法 就是可以在那个迷雾里面 卫装他就能跳 哦 对 就是我春季战的时候 跟管哥解说的时候就一起聊 对 就反正排位里这种 翠神加狮子狗还见到比较多 管哥跟我说就是你要六级才能跳 确实因为他是被动 就是要六级学得大以后 狮子狗才可以这样子去跳跃 哦 对 就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 哦 确实是第一局的前三边 前三peak 塞纳塔姆以及角月女神 AO这把自己来了一手巴德教学局是吧 只要打塔姆那巴德就是好手 打塔姆线上确实压力不大 如果你散塔姆一直压的话 六级前是可以开门抓你的 就毕竟只有我赛娜一个点在消耗了嘛 那双赛组合是两个点都在消耗 那巴德就是再怎么勤奋的组咖啡杯 一直一直理还是难受 对 AO选择变掉了子卡的一手剑击 就子卡现在贾克斯都是忙出的 感觉很自信子卡对自己的贾克斯 IG很愿意给子卡去拿这种进攻性的英雄 而且是那种蓝色帮忙量 我都愿意让你选 对 加上这版本其实这种战士英雄 坦度抗性变高了 其实抗压没有之前那么难受 是 打团的就也比较容易 比较不容易被对面直接秒掉 对 直接把你夹个C给办了 那看看你子卡这把玩什么 子卡上路感觉得选一个带一点输出的 像纳尔这种其实还不错 纳尔天使 就今天格温其实是 对 格温也还在 这两队里面比较没有青睐 对吧 两边好像不太喜欢这英雄 是 因为格温在12.1在LPO的BP率 其实下降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小 但在LCK下降的幅度是很明显的 哦 IG选择变掉Forge的思维因了 这就是必须尊重 但约开第一把的赛恩还在外边 但跟我们说的一样 就是Forge把中路的C给留到后面 让上南先出 是 你如果真的赛恩感觉Forge可以来手赛拉斯 卡蜜尔这个点 已经是把你的武器给变掉了 格温的话对线打卡蜜尔确实也是小优势 格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中路越开就要看一下补什么AD类型英雄了 就是在格温特别火的那个版本 是有一些队伍会候选金刚英来打 但那个线上的前期还是不好过的 对线不好打 对 要打到后面才会舒服一点 对线格温优势 六四开吧差不多 那这把月开对面中路没选 这直接出赛恩的话 对面反手掏个飞机什么 你就是给赚钱的 要不改进了自己第一局BP的一个 鳄鱼中山吗 这月开之前在RNG的时候是有拿过的 对 鳄鱼的话其实对线 现在中路确实没有什么怕的 上次解说IG的比赛 我就说中路要不要来一首鳄鱼 那那场没出 今天是看到了 因为鳄鱼是有一定的小加强回调嘛 但这个英雄现在确实在上路没有人拿 主要现在版本太容易拖到后期了 一旦后期鳄鱼这英雄战斗力就太弱了 而且鳄鱼也是那种标准秒一套的 就是过去找对面的脆皮C位一套要杀掉 如果没杀掉自己就后续就追不到 我感觉这版本中路鳄鱼会比上路鳄鱼好一点 就中路的话打架比较频繁 就前期优势尽早的确立 利用鳄鱼的强势 上路的话基本都是在发育一位一 就上路除非哪一天蜘蛛回到比赛 对吧动物园 就最老的经典动物园就是鳄鱼跟蜘蛛 是的 防御塔再怎么强 我两个人可以互相跃 对吧 只要隔温中单 虽然不能说没有出现过 之前看到过打卡牌的吗 对 叫小茂 Caps 后面小虎好像虽然也玩了一把 是 那小虎那个是驾心救赎啊 对吧毕竟他玩了一整个赛季了 以前打上路的那段时间 决胜区 看看到底是埃君能带走自己 下地赛宝贵的第二分 还是AL能往三杠二去前进哦 三杠二的话他的排名就要向身不少 符文方面 上路是不灭打征服者 常规的一个带法 右边三个小虎子 这把飞帖也舍弃了先攻 ZZ的复习比较有意思 带着一个减CD加上饼干 就一般卡蜜要么鞋子饼干 要么那个饼干加行径速率 很少会有点那个CD的 不知道打格温上面可能有些自己的一些理解哦 这把 京东一写预测 哇这其实是给薰的脚跃很大很大的 我猜这个数据库是不是连把选手的ID都统计进去了 应该算啥了 对要不然角跃这种领先造型拿异写还是比较少见的 算是全时间段都觉得AL的阵容是小优 一直打到40分钟两边的曲线才会回到50% 确实AL这个阵容前期的进攻性很强 特别是中叶吧 六级对抗性感觉拉满 两边六级都拉满 这两边的中叶感觉都是这版本六级奥尔博尔尔顶尖的了 AL感觉就二三局的失误都是我不能选择太发育 第一局其实也是想打进攻的 但无奈就是卢娜跟中部都是受阻的 Forge这把是带TP的阿卡丽 感觉鳄鱼如果两个人都有六级的话 耐久度版本阿卡丽比较难一套去秒掉 不好秒 如果稳一点恶与第一剑再做个小隐魔刀 阿卡丽就一为一真的绝望 就可能想要杀对面打野去了 是 也可以看下Forge这把的出装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 对吧 就主要他不太能双面具啊 主要面具加的蓝量对阿卡丽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是的 恶魔之庸是能出的 但是大面具感觉就有点不太适合 还是推推棒或者制造者吧 哇 直接闪现下墙来干 可但勋刚好在这里 刚好在这里 刚好卡了视野 勋没看到 没有往前再走一步 直卡这里是把力滴滴压到现在两百点血 但月开也在啊 这波小号没那么好动手 一直被直卡的E给躲了 最近这感觉上当了 是而且勋也赶到最后是月开闪现一个Q转一下 直接把力滴滴的E血给拿到 哇这波两边都有点阴差阳错啊 爱记在骗你个TP要硬杀吗 小号都离住小号一被秒了 被直卡给减死 Forge赶到 但是毕竟是个三级的阿卡丽Q转 虽然减速到了上路的一个直卡 但是怎么没有办法继续追击啊 哇爱记这波上中野 主要中路越开动得很快 小号这很灵性的一波算是闪现下龙坑吧 是他想要莱坡暴力的 但是对面鳄鱼来得有点快 而且上路对线其实就是把力滴滴压到的那种很尴尬的血量闪现还焦过了 JZ这个闪现有点白焦了 伤害已经吃到了 导致这个E 没有办法E闪 对 没有办法E闪 但其实E闪感觉杀不了 是 因为薰跟越开都已经就位了 是的 就上帝视角我们会觉得 AO怎么这么闪 但是在他们的视角里面 他们并不知道 鳄鱼跟角越两个人就已经站在子卡的身旁了 对 两边打野其实都没有看到彼此的 因为这波如果看到的话 大概率是什么 是小浩白招一个闪现 对吧 就是大概率是这种剧情 就把卡妙直播先散了 对 就直卡打一个闪其实也很赚 对吧 然后IG还不知道小浩没闪 哇 那IG这第一波节奏打赢 感觉上中也上半曲无敌啊 这三个英雄领先非常的多 一到六级三威三针无敌 那些人头分贝也挺舒服的 就鳄鱼拿了一颗人头 后期榜上格温也拿一个 任何事情都有一分为二 本场比赛是 第一条小龙是蜂龙 做了一下小提示 两边下路今天在第三局 感觉都可能会是一个配角 下路现在一个对发育的局面 IP这里第一轮打赢 打野有所领先 直接过来动第一条的小龙 这时间非常早 五分十秒就开始动了 这波下路IG小龙 控完八分钟 控先锋感觉更轻松啊 中上IG都很强势这两个英雄 是 虽然说塔姆这里没有回家 但前攻的时候也可以用TP回去补 对 这把心流是带了守护者 没有选择去带起风秘机 两段印尼一个侠阵 铁刺边的鳄鱼 这应该是传统的 球球来抓上了 游到上路开一个奇幻旅程过来 这波应该是有了 不好挣扎了 球球灵性游走 直接扶野绑定 帮上路缓解了 缓解了他局面吧 这一位意见很难受了 哇 球球这波游走确实很灵性 是 就一击塔姆 一击巴德打赛纳塔姆的好处就是 我其实下路对线 你看到这波走之前 前面的杯底的补刀还是比塔姆来得高的 对 并且肚层其实对面只拿了半层 是 像第一把这个手已经是掉了一层了 像上一把 然后我巴德走的时候 赛纳塔姆拿伊泽瑞尔也比较难 因为你这个塔姆要顶到伊泽瑞尔 那伊泽瑞尔必须出现非常大的失误 随武挂到 但是越开始满怒 不管二端 不敢二端上去 就感觉选阿卡丽打 鳄鱼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 就是你中 中前期的一个线权 是不可能去抢的 对 就鳄鱼是无消耗在推你的兵线 怎样六级打起来 也不一定有鳄鱼强势 我感觉还是Forge的英雄池吧 可能我对于Forge来说 就觉得他如果要再往上成长自己的一个中路 主要还是英雄此点再扩充一些 可能平时训练赛有没有碰到过中南鳄鱼吧 中南鳄鱼感觉很大的一个点 要就鳄鱼加 自家打野是那种野河 AP野河玩得很好的那种选手 就中路才能配一个鳄鱼 就主要说 我能想到中路拿来打鳄鱼 非常好打剑魔 对吧 但是这个英雄你现在选出来右边就太菜刀了 对 那AP英雄打鳄鱼都会有一个局面 就是当你的装备不够好的时候 前期耗不动这个鳄鱼 对 六级那一波是绝对不如鳄鱼的 月神冲刺冲过来 二段冲刺直接拉大 想单杀 R2的伤害是打到了 现在利用被动再砍到一个爆裂的球果 是把小浩跟迅给分开 但是如果打残了小浩 这波应该是知道对面的闪现差一点点的时间 先不动红了 先来越ZDJ IG的处理非常不错 是 利弟弟有闪着波能操作吗 一技能往后拉开 看到对面 薰这里也没有想断自己一的一个意图 远复局也过来饱了 塔下两国兵怎么办 是 IG这里其实没有想真的想杀你 红弩晕住 就打你一趟 是 哇 ZDJ的位置心在敌血 想吃但是又不能吃 大波先过来了不行 要硬吃吗 你别拦住我的复局 我得过去 但芝卡看到你往左边走已经交大招了 第一段大还握了三根针 这三根针给的有点歪 以为你一会往右边走 但是伤害还是惯死了 暴力这里也很危险 卡拳回起来了 越开也没有死 轻松拿下两颗人头 鳄鱼扛塔就是好用啊 哇 这波头有点铁 就不吃 感觉玩不了了 想要硬吃操作一下 想法能理解 出得到的事情就是 这波我不吃跟我死了一样 确实 没想到 但是奉取这里也是有情有义 对吧 你要在那变战 对 结果两个人一死一送了 一开始前面就跟他说 那里很危险不要去 对吧 这心在T恤啊 是 朱特昌说别拦着我 其实这波之前 其实是两波线没有吃到的 是 你若是真心计刺我 就过来陪我一起打 OK 操作一下 但鳄鱼这英雄确实 太强势了这些 这二段R的伤害其实也打出来了 表里沙撩乱加上防御塔的伤害 但因为凯旋回了一口 那这波在打完 青浪是真的已经列中列了 对 这波方 我往好住想就是打也没参与 打也参与的话可能就是 再多一颗人头 对 就或者要直接把打也叫过来 先看这一波 虚是得到第一队 脚伞一一过去 虚没有跟伞去挡二段的一个勾锁 是的 但也是 不省技能啊 对 稳一点 直接把你上路打缠 哇那朱德昌是真的难受 这波前就是 杀完出来 卡他的冰缸死光 前队线 被动的等格温送线进来的时候 还被对面逼了一个闪 就还有很大概率 这个先锋是放在上路的 是 到时候还要来越你一波 现在是不是又得呼喊求求了 但iG现在小龙快刷了 就是来了 就感觉到了这个点了 球球 堵一手 堵队员放不放先锋 但其实小龙刷了 iG现在完全就是什么都可以控 先把小龙控了再放先锋也来得及 是的 球球现在才看到对面勋在中路 赶紧走 看球球球没堵到啊 对 现在开一进的赶紧走 但巴德毕竟如果他野区里面有被动的话 这个移速还是挺快的 就玩巴德的玩家都知道嘛 简着简着巴德就开始飘起来了 想开 但Wink直接扭掉 小浩过来 想硬杀 但是没有机会啊 闪现好会晕晕的一个小浩 但是被DW冒到的Betty抑上来 但是进场的一个小浩同样的被赤卡给杀掉 但是进场的阿卡丽也是带走了薰的人头 薰刚刚是交过闪现的 最后两边拉开 虽然赤卡里面战斗力很强 但是L已经不想打的 但Betty这里怎么被顶到了呢 自己可能是没有位移了 被舔红直接吞回去 哇那吐出来这个位置 远方还有一个Wink 赤卡感觉是故意在让人头的哦 让暗影聊员Wink这里是可以拿到这个人头 因为刚刚是Betty把Wink杀了 Wink复活出来又反杀掉了Betty 是的 那AZ还是可以出来把这小龙给控一下 这波ALT会其实已经找得不错了 小浩直接闪现上来 并且这个幸运的部位开得很及时 让鱷鱼这里有点 第一时间没有办法直接把这个造型给秒了 拖了一会儿 然后Forge的伤害也拉满了 奥段R还把熏的一个闪给打出来了 是 死亡闪 这最后一波L转是小转 虽然Etherale最后没有走掉 对吧他也是一波二换三 但先锋最后还是在中路撞出来了 因为球球刚刚上一波是利用大招 想BWink的一个闪现 没有大招可以防守 也是先锋 顺利的拿到了杜城的一个收益 对这两波ZZ在上路一个人发育的蛮爽的 但这版本说实话卡妙挺难C的 但对L来说中期这种断对面节奏还是重要的 因为他们的阵容如果可以等到阿卡丽 对吧有个二级大 有两件套 还是拥有蛮强的伤害能力的这个阵容 阿卡丽的造型作战能力还挺强的 被踢下路想吃杜城 这塔姆的TP 心流踢回来 剩了一层 上路现在补了一波发育以后 但你对比一下两边上单的这个装备 这个经济差应该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对主要前面被遇得太多波了呀 ZZ也郁闷 一个好的现眼感谢导播 AO这里是知道了薰的一个动向 感觉小浩这个位置已经在河道等他 鳄鱼突然线又去找ZZ了 ZZ很郁闷 是就虽然看到了脚跃 但是跃开来了呀 李弟弟赶紧勾索走 那这样又要被吃杜城 托尔鱼应该是已经暴觅死了 上路快走 这里不止 钟也来 连球球也是跟着 下路现在变成是一个单人线的一个曲面 但IG知道你这波 刚刚是上路想要去协防 双人组也是吊钟 想利用这波兵线把中的防御塔点掉 但兵线没有炮车 应该点不掉 这毕竟不是一个炮车线 那14分钟马上过了 这160应该是吃不到 Betty这里找到机会 这局Betty的任务就是想办法一个人发育到两件套 对 目前发育这补刀还可以 只要他不要吃Wink的W Betty没有太多一打二被击杀的危险 对 打赛纳塔姆这组合 只要不吃赛纳W 就塔姆那个顶 一般接不上的 对 一般顶不到 除非是那种没有位移的英雄 对吧 对 就是什么二飞流失 塔姆才草丛顶就有机会直接顶飞 朱德档这里也是勤俭直加 一点一点转 想办法把自己的一个神话状怡先转出来了 但你看 哎呦这里其实算是把局势给 先拖住了 有中路的补刀叉已经是被追回 这前面还是因为鳄鱼的一个献拳 让上半部的青钢影发育的比较难受 你先 ZZ应该不太敢手 ZZ视角 你是不知道脚跃在哪的 三角草丛也没有红色帮的一个视野 对 直接放了 自闭草丛旁边发育一下吧 是 就等兵线进来 IG是顺利收获了一斜塔 哎呦这个阵容其实后期能力两边看起来都还好 就要不是说后期没得打 但要得想办法怎样打赢 下一条龙的一个团战是很关键的 还是这种 如果四条龙直接拉满的水龙魂 L是绝对要想办法卡断一条的 对 特别是这蓝色帮全是肉搏的英雄 是 就上一把 EZ在红色帮遇到了沙勒芬妮跟赛娜 对吧 那这把的Betty的EZ在红色帮遇到的是水龙魂 就下一条小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交战期 下一条可能会放 对 因为下一条17分钟Betty的磨切是不可能出来的 对 现在才267层 有点远 他甚至有可能在 就是第四条都布丁能叠满 那肯定叠满了吧 那应该5分钟呢 对啊 我想说因为现在没有英雄跟他对线嘛 他等会儿应该就放到中路来了 来中路Q这个鳄鱼 对吧 然后阿卡立即下 但 IG大概率双人组也买中了 而且二先锋拿到 看一下这个二先锋是撞边路还是 拆中路 因为中路外塔的血量比较低了 哎呦放掉二先锋 应该是想要 把下路的防御塔做交换 看到EZ在下路 感觉先锋可以直接放中路B一下 IG这里看一下怎么选择 只有阿卡丽确实是连线都没有那么容易去清 清线可能交霞阵 薰怎么做选择呢 先把线给推掉 没有打算放 没有打算放 那就是先流一下 先来控第三条的小龙 先锋还在塔姆身上 这得看新流怎么选择了 这比较奇怪 跟紫卡关系怎么样 要不偷偷放下路 你按摩紫卡 对吧 下路这两个塔 等会儿可以撞一下 中路二塔其实性价比撞的也没那么高 没那么值钱 只要你要撞掉 那就拥有比较大的一个战略价值 对吧 哎呦哥里明显是在B站的哦 IG往下扑布赤龙 他们就镜像的进到IG的上半埔野区 哦 DP包贝蒂 贝蒂那样是有闪现的 看见他有点脱节啊自己 哎呦反而是先四包一道的犀牛 犀牛往左边交散 那等队友DP下来 DP下来是一个紫卡 在那给了一个大响 就塔姆 但塔姆这边已经倒下了 紫卡的血量也比较危机 赶紧开了一个W 另外一边Forge 是跟月开给牛打起来 月开这里是被阿卡丽给缠住以后 一丝血交闪现 Wik赶紧点了一口奶 DDD那边跟过来 最后同意的做住以后 是把月开给击杀 后绪的战场已经站住很少 紫卡是选择往右侧 一个位移 薰这边也被Betty给击杀 在左侧的一个野区 哇 心流想点子啦 这一锅直接踢过去 不知道野区这么多人 结果想包人被人给四包一了 因为上帝视角看 我们知道刚刚IG是大部队去龙坑里面 打着第三条小龙 而AL的人是在对面的蓝区 在反野怪 对吧 然后忽然看到上路有一个 塔姆发起TP的一个绕后包人 到底是谁包谁 就不知道AL人在这里 是 就我们上帝视角看得清楚 但是IG的视角里 不知道对面的人刚好也在上面 对 后面那个控制守卫 右边三角场这个控制守卫 看到对面AL一堆人的时候 就知道哪是坏了 这还是属于赛娜都还来不及过来 对吧 大招也在刚刚想尝试救 自己辅助伙伴的时候没有救回来 是的 贝尼这边是直接交进攻伞来杀 这一波AL打回了非常多 感觉已经完全打回来了呀 大家记得团战其实五个人人骑的话 还是能一战的 主要上一波有点被逐个击破了 主要上一波确实 出啊就爷爷啊 这直卡下来 也没有把两件套的格温的战斗力给打出来 对下一条小龙可能要分胜负了 贝尼马上拥有自己的一个摩切 本体这把没有整三项啊 整了一个神分 是 觉得对面前派比较多也很科学 比较弱 巴德大招 这球球在脸上啊 还给你点了个赞 高高你心态 但这波先锋也握不住了 主要还是IG刚刚上一波上半步的失利 对吧 而且这个先锋之眼是心流拿的 所以心流刚刚死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时机去放这个先锋了 主要也不知道我们现在 深渊前行这个技能不算是一个好的 你都不能说它是一个半途移动的技能 它距离现在特别的短 要不然还可以以前的塔姆的话应该就是 诶 中转下 对吧就是四腰 然后忽然往下转 然后可以去帮葛温推在对面下路的内塔 对 现在距离有点短 一张屏幕都不到 就你站在中路线是不可能往下路线去W的 对 来看一下上校对于这场比赛决胜局的一个看法 差不多6.5比3.5 是 这样的转折太意外了 这个曲线确实是因为刚刚那一波的落败 稍微被AL拖住了 但三条小龙哦 所以还是可能给了IG一个六成以上的胜率 他们来到11级 秋秋这把是连神话装备都没出 直接重化器 这队伍非常需要减治疗 主要这个赛纳还不打紧 主要是葛温的问题 还有鳄鱼的咳血 对 就万一这条水龙和你拿到了 这重化器出得早 也有收益嘛 是 因为有些时候辅助确实连第二天招费都不一定买得起 是 是 是 进来ER以后是逼出了一个闪现 但自己打 已经放过了 小浩这里是大招回手 以后一个一技能 但是巴子的一个大招 压制成的一个GG的还不错 但是正面格温倒下了 如果倒下以后 莫居直接想要切入找WINK WINK往右侧闪现 就在这里这个Q技能是空调 但是正面的一个熏野是被对面直接给围剿 最后持久性流 挂了 但是富菌的一个随武跟过去 忍者还是非常的一个灵活 秋秋紧追其后 用富菌拿下的心流的塔姆人头 哇 这波直接打出了一波零换四 掉大龙要掉小龙了 感觉薰这波开的是不是 有点急 大刀相当于空了 对 只逼了一个闪 主要IG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绕后视野 就正常情况 让个格温或者鳄鱼绕后开会好一点 AO直接有拿到大龙的一个机会 这都已经不是水龙魂的一个问题了 那IG这样只知道大龙已经要掉 选择将TP过去来保一个水龙魂 那IG这水龙魂来得及吗 如果来得及拿得掉的话其实还好啊 因为AO过来的话 自己既然Forge也是没有大招的 过来直接吃了一个WINK的一个W技能 过来想起来 但是 卡尼尔拿到这条小龙 卡尼尔把小龙给拿了 薰的陈界没有给吗 哇 薰不在 薰还没到 薰这里闪现撞墙了 这里薰很尴尬 这边的话越开这里只能跑 可血魂的一口 开大队是血量抬不起来 死亡闪越开 Forge拿下一个Tribble 新流这个位置 感觉是有夸张的一个机会 球球 把他人头给拿了 薰感觉有点懵了 薰刚刚还来不及 对 第一时间还不在 还改不到 对 然后想要闪现 ER进场吧 结果闪现撞墙了 然后在暗场放了 上中焦TP过来先打 对吧 想卡那个时间 连续两波 时间卡的挺好的 是 先来看一下这波 但是被卡尼尔给卡了 就只逼出了一个球球的闪现 球球闪完以后 立刻开一个奇幻旅程 巴德定一定得很漂亮 然后过几个人切后排 感觉WICK根本招不住 球球 关键Q啊 怎么格温是被晕到直接秒掉了 因为薰那个位置 我觉得死了 可能对于后续团战来的影响 不会那么剧烈 因为他毕竟是已经 大刀交互的一个角落 但格温感觉不能 那样白给啊 打到现在已经是 L的一个优势了 而且原本还讲说 爱琴如果水龙魂拿到的话 他们可以尝试 拖一下 对面大龙BUFF的一个节奏 但AL是同样的 没有把水龙魂给到IG 同时拿到了大龙 水龙也守住 那现在鳄鱼绝对是 开始走下坡路的 对 鳄鱼现在已经 感觉没用了 这英雄就是前期 要打一个优势的 是 前期确实优势也打帅了 但还是那波比较 乌龙的一波去包夹吧 就左边现在的话 打团的话 隔温是最重要的 子卡这把的隔温 可能要考虑 慢一点进场 而且现在阿卡丽 非常的肥哦 两件套以后 已经是出了一个 凌昆窃取者 有十神的一个杀人数 这把WINK也要考量了 就自己打团的时候 怎么找位置输出 因为塔姆的大招给她的话 可能隔温没办法顶前排 却就直接给一个大招 到两个人 压起这个大招 只最后一死血的时候 心就尽了一个WINK 一滴滴过来 没有留住 但IG这波还是被逼掉了一个塔姆的大 大龙BUFF 下一波拼线要续进来的话 可能有两台炮车 下一波没有炮车线 但这波小兵量 应该让L可以很轻松地点掉下路的高力防御塔 对 IG的一个手线能力 这东西挺弱的 L慢慢地POOK 慢慢地推这个水晶就可以了 熊刚刚想要用小兵为你做事想假开 不想轻松地把这个水晶放给你 大龙BUFF是结束 但毕竟下路是罗水晶 感觉L还是能蛮轻松地推掉 对 脚跃都已经走了 刷野去了 下路水晶直接给你发育一下 下一波要的这个水龙了 就现在阿卡丽很肥 对于IG来说是最头疼的 因为也就意味着 他上中的两个战士英雄是 没办法顶住前排 低血量的时候是会直接被斩掉的 这种征服者阿卡丽 不管打前排还是打后排 伤害都很高 是 WICK现在 他杀WICK不用用大 确实 EEQ应该就秒了 是 EEQ带一个前龙硬的平A 对吧 WICK现在 两件套 主要没什么输出环境 WICK 这把还是得看 薰跟这个 子卡的一个团战伤害 是的 但感觉 他对面这大影魔刀一出 你这种双AP 感觉有点玩不了了 是 但你看现在 因为他也在不大影魔刀嘛 因为对面虽然是一个当AP 但这个AP很肥 Forge可以都把这个 剪治疗 先变一个小宝珠就行了 拿25% 如果帽子变出来 这个阿卡丽很恐怖 他也不一定要变帽子 也可以出影验 但一般这种时候就直接帽子了 对 影验一般会在第二件出 性价比高一点 对 对面的魔抗还没有那么高 拿平穿的收益就会很高 小龙还有半分钟 当然对于AL来说 他们如果想要把这番比赛 优势直接拿下的话 现在等水龙魂跟远古龙是太久了 对吧 还是第二条的男爵得打好 但 绝对是要阻止阿俊拿到水龙魂的 凤菊过来配合球球正面的一个大招 流出的是星流 星球的闪现还没有好 随武挂到这边 想起点怪死塔姆吗 但是凤菊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先看了一块表 以后立地地切进去 自己起来比较危险 往左侧交闪现 进场的一个薰菱先被融化掉的 茨卡这波大招 伤害虽然有打出来 但是后续的残疾怎么说 一个星球队的大招 小龙也是看了一块表 以后越开始才一失险 凤菊还有一个Q 回头一Q就直接把格文给带走 没办法 中楼现在过来感觉可以直接一波了 装备的差距还是有一点大 而且你看杯底打完 团战是满血的 对面的两个 保命的一个装备啊 这波IT团战 伤害基本都是子卡来打的 其他的不太好打伤害 循的第一波大招是被对面 情感引大招跟金森全规避了 是的 然后鳄鱼在这波团战里面 也显得有点无力了 这英雄在这时候已经 确实挺无力的了 是的 这波虽然开得挺勉强 但是AO凭借着阵容 以及装备的一个优势 是轻松地拿下了团战的胜利 一波推平IG 让我们恭喜AO 恭喜AO 今天也是成功地完成了一个 让一追二 但原本在赛前的一个 2-2的一个大分的一个成绩